男子过马路看到转弯车立刻小跑步没想到 后方回撤一个大转弯朝男子直冲 险些将人撞上 驾驶眼看差点闯祸赶紧刹车 行人也吓得小碎步往前闪避站都站不稳 离婚影片一出 网友直呼这真的是行人地狱 打算难道不撞到人不罢休 马到底怎么开车的 而类似情形也在台北这个路口上演 男子过马路开启手机 录影自保只见保时捷 修旅车准备左转不断贴近 不只车头压在斑马线上 还差点碰撞到行人 男子吓得急闪 保时捷这才杀停 事后男子将影片破网 痛批这年头过马路真难 录影自保也没用 但在台南有轿车 却是上秒里丈下秒 被开单引发争议 减速滑行 如果刹车没踩好 还是容易酿成车祸 警方也提醒驾驶里丈行人 切记先停载让 谈意识方便小心 整鬼爱罚 谢谢叶维玲林 赵梅姿 综合播动